第二个人就是他的训练方法 他的训练方法非常特殊 他是反其道而行的 我们可以看所有的武术运动 他都是在以快、以力量、以锦、以速度去求 而且大肠拳道恰恰相反 他以静,一个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 静中去行动 当战中有一定的基础之后 他就做施力 施力就是缓慢的 他的慢动和求快 所以他就大动不动小动 小动不动不动 不动之动乱相伤不挤之动 他是以慢动求速度 第三个就是在无力中聚起于武力 战中的时候他说你不能去用力 要全身放松 包括做施力也是一样的 不能用多余的力量 所以他就有全身心 另外皆不可以有一丝一毫之多余的力量 所以他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他战中也分为 养生中和积极中 两大类 当我们战养生中有相当基础之后 我们进一步 洗脸文的对筹 也叫积极中 积极中和养生中 对初学者来讲 在外形上他是有区别的 但是当你战中有相当基础之后 对大成全的七部工法 都训练得很娴熟之后 他其实积极中和 这个养生中 他没有什么外在的没有什么区别 他只是内在的一种异感 不要用其他体育或者武术的训练方法来去理解大成全 首先要明白大成全的理论 和他的原则原理 否则如同是暴师玩而叛思念